后面说 It has been estimated that if the bridge were packed with cars It would still only be carrying a third is total capacity 这个句子比较长 咱们先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句子主干结构就是白颜色的 It has been estimated 这个事情被估计 其实就是咱们说句估计 前面it是个形式主语 后面that从句到句末明显是逐语从句了 主语从句里面牵套的一个 If引导的条件状态从句 牵套在主语从句内部 If the bridge were packed with cars 如果这桥挤满了汽车的话 这为什么用war呢 因为这个地方用了个虚拟器 这个西根尼亚二侧讲过 If类型的虚拟咱们一会会说 从句中用了war 主句中就是主语从句里面的主句 用的是ward是对的 这大桥仅仅也是搭载总承重量的三分之一而已 说明这大桥特别结实 即便堆满了汽车也踏不了 这个意思 这大概在语法成本里面 注意主语从句里面用了一个虚拟语器 这个it has been estimated that 叫做句估计 这是固定句型 这个事情太复杂了 所以主语从句放到句末 前面用形式主语 句什么什么一般都被动 it has estimated that 叫句估计 再为句说 it has said that 等等等等 叫句信 it has believed that 什么句报道 it has reported that 都是句什么什么 当然这里的时态都可以有变化 用一般现代识 如果强调对现在有影响 也可以用完成识 本文中用的是 it has been estimated that 这个句估计 强调对现在有影响 什么意思呢 过去有人估计 这个数值 咱们当代人也承认 所以一直到现在 大家都承认 都是这么去估计 用完成识 这个时态可以有变化 你看再看一个例子 咱们看句说的变化 在第二侧的第58课 新概念英语第二侧 第58课出现这么一个句子 it is said that if anyone touches the tree he will have bad luck if he picks a leaf he will die 据说 甭管是谁 任何人 只要碰一下树的话呢 他就会有坏运气 如果摘一个树叶呢 这人就会死掉 这个迷信了 据说 it is said that 三册里面发生了时态的变化 也是据说 咱们比较一下 看一下第27课 130页的第一行 130页课文的第一行 it has been said that everyone lives by selling something 你看也有时态变化 据说 每一个人都是靠卖东西为生的 他用完成时 还是强调对现在的影响 这个说法到当代 大家也都公认 也都承认这说法 所以用it has been said that 但是都是翻译成据说 就好了 本文中是据估计 据估计什么呢 我们说了前面是形式主语 后面那个that从据 是主义从据 主义从据里面 牵涛一个条件状语从据 if if the bridge war packed with cars 为什么用war呢 这是与事实的假设 如果这个桥 现在被堆满汽车的话 它也会怎么样 那么主义从据里的主概念 是it would 这是标准的if型的虚拟语气了 咱们回顾一下 在第12课里面 讲过wish型的虚拟语气 在第15课中 讲过should do型的虚拟气 咱们今天看if型的 李老师把它分成三大类型 就不像语法书 讲得那么繁琐了 什么就好记了 if型的虚拟语气 它有自己共同的特征 而且几个搭配类似 咱们先看一看 第一个情况 与现在事实相反 本文中正是这个情况 如果现在这个桥上 被堆满了汽车 但现在没有汽车 是假设情况 那么与现在事实相反的虚拟 if从据中 大写的se点 还是表示主语的subject 然后呢 微动词可以用did 但是B动词通通用war B动词不能用was 一定用war 主句中呢 大写的se点 表示主语 微动词可以用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哪个词都行 后面再加动词圆形 差别不太大 差别不太大 都可用 这与现在事实相反 本文中呢 就是一个好例子 咱们再多看几个 比如说在23课里面 又出现了 114页第二行到第三行 114页第二行到第三行 23课 If you lived in the Mediterranean for instance You would consider Octopus a great delicacy 如果您住在地中海地区的话 比方说 你就会把章鱼 看作是一道美味佳肴 我住在北京 不住在地中海地区 假如说吧 与现在事实相反的 If从句中 跟一般过程是 主句中 would 加动词圆形 标准的 与现在事实相反的虚拟曲 本文中也是这么用的 这就好记了 咱多看几个 再看第49课 224页的第一行到第三行 224页第一到第三行 If she were alive today She would not be able to air her views on her favorite topic of conversation Domestic servants 如果我的姑妈现在还活着 现在还活着 她恐怕就不能够去发表她的看法 对什么呢 对她最喜欢的绘画的主题发表看法 就是那些家里的仆人 如果她现在还活着 她现在死了 与现在事实相反 If she were 主句中用的是 She would 标准的 与现在事实相反的虚拟曲 这是第一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 是与过去事实相反 假如当年怎么样的话 与过去事实相反 If从距离 从事实还得倒退一下 那么 If从距离 未动词 用have them 过去反正识 主句中 主句中呢 主句后面用 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主句后面 叫have them would have, should have, could have, might have 加过去分词就好了 这是与过去事实相反 假如当年怎么怎么样 过去事实相反 同样看一些例子 咱们看45课里面 208页的第13行到第14行 208页的13到第14行 45课新闻报道的为例 看这句话 If they had only had one more child The fact would have passed unnoticed 如果他们当初 仅仅多生了一个孩子 而不是生了五个的话 这个事实可能 就这样不为人知的过去了 这是过去的事 当初早生完孩子了 他们当初生了一个五胞胎 成了新闻的名人了 假设如果当初只剩一个的话 第一个had是主动词 第二个had是中心的位移动词 这说明是过去完成时 主句呢 would have加过去分词 这个事恐怕当初就不为人知的过去了 这是标准的 与过去事实相反 假设当年是怎么样的话 咱们在二册中也出现这个搭配 咱们回顾一下新概念二册的第71课 就是著名的大中这个书 新概念二册的第71课 著名的大中这个书中 If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 had not been burned down in 1834 The great clock would never have been erected 这是与过去事实相反了 假如说这个国会大厦 在1834年当时没有被烧毁的话 这个巨大的这个大中呢 可能永远也不会被建立起来 这1834年以前的事 如果当时没被烧毁 说明当时被烧毁了 那从句中 had not been 过去分词 逐句中 would have加过去分词 只不过那数目 never是个否定罢了 这是与过去事实相反 三册四册都有 这好复习了就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 与未来 不能与未来事实了 未来还没有发生 不能说事实 李老师独创一个说法 叫与未来趋势相反 未来的趋势 就有可能是真的了 比如说如果明天下雨的话 那我就不去了 I will not go there if it rains tomorrow 这真是语气 这时候我们说 主将 这个从现 主就用将来时 从就用一般现在时 I will not go there if it rains 这真是语气 这说明我不知道 明天天气怎么样 这如果 如果我知道明天天气是好的 我说假设 就算明天下雨的话 与未来趋势相反的时候 这个时候用虚拟 这是一般来说 有两个常见的情况 第一个情况 在if从句中 未动词用should do 注意啊 用should do 主句中一样用 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加动词圆形 第二个情况 在从句中用一般过去试 但是一般过去试 也可以换成word to do 这两个都行 用did或word to do都可以 然后主句中 依然是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加动词圆形 这是与未来趋势相反 不是未来试 是未来的趋势 同样看一些简单例子 看这句话 if it should rain tomorrow you could stay at home 但是你发现这个情景 一定是明天天气暴 是晴天 大晴天 想晴博日 我说 如果万一明天下雨 你就可以待在家了 这是与未来趋势相反 如果我不知道明天怎么样 用真实语气呢 就相当于if it rains tomorrow you can stay at home 或you will stay at home 就好了 但这是与趋势相反的 再看一个 If the sun were to rise in the west I will lend you the money 如果太阳要从这个西边升起来的话 我就会把钱借给你了 这太阳明天从西边去升起 与未来趋势相反 那趋势一个是东边升起 用word to do 用的是对的 在主句中呢 还是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加动词圆形 就好了 这在青根店里面也有 下面是第52颗里面 就香水泥这颗树 mud is mud 236页的第五行到第六行 236页第五行到第六行 If you were to ask Harry what was in the bottle he would tell you that it contained perfumed mud 如果你还没这么做的 假如说你未来要是问他的话 这是与未来趋势相反的 因为你可能都不认识了 假如说你要认识他 你过两天问问他这事的话 如果你问Harry这个瓶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他会告诉你里边装的是香水泥 于未来趋势相反 word to do 主句中用的是wood加动词圆形 这是if型的虚拟器 当然它有更复杂的变化 还有些倒装的变化 这个到了后面的课文中 咱们会讲到 先把基础知识先记住 好在这个重点支持点 咱们看完之后呢 咱们再回到这个句子里面来 他后面说如果怎么样 如果这个桥被堆满了汽车的话 这是假设 现在没有那么多车 他说if the bridge were packed with cars 这个packed这个词特别形象 咱们前说pack 变身表是打包的意思 就是把东西塞到包里边 然后拉着包走来 打包的话一定拼命忙力去塞东西 为什么呢 咱能带一个箱子 就不带两个箱子 所以一定装的满满灯灯的 所以很拥挤的 挤满了东西用它很形象 咱们都知道 咱们开学之前 咱们上上学上大学 哪一个大箱子 是拼命塞东西吧 里边什么皮衣 皮裤 皮鞋 啤酒 对不对 装一大箱子拉着走了 里边装满了 挤满了 可以用它 好几个搭配都可以用 be packed with be crowded with be crammed with be throned with 都行 而这几个搭配都可以 后面加人加事物 都可以 可以替换 我们分别大声来读一下 be packed with be crowded with be crammed with be throned with 都行 这个thrond到了第四册 第十六号会碰到 都是挤满了 这crowd本来就比较拥挤 对吧 这crammed往里填塞 c-r-a-m thrond本来表示 挤满了某个地方 都行 后面跟人 跟事物都可以 本文中都可以替换 比如说 the island was packed with tourists 岛上挤满了游客 跟这个桥上挤满了汽车 是一样的 指人指事物都行 再比如说 the narrow roads were crowded with holiday traffic 这个窄窄的道路上 挤满了这个节日的汽车 交通这个车辆 traffic 表示路上行驶的 全部的这个车辆 注意是不可说明词 是不可说明词 再比如说 the guide is crammed with useful information 这个guide可以表示指南 这个指南或指导里面 里面充满了一些 有用的信息 充满了一些 很有用的一些信息 对吧 可以这么说 这些大街上挤满了那些 圣诞节的购物者 总之 这四个搭配里面 都可以替换 后面都可以给人 都可以给人事物 这四个句子里面 这个表达 换来换去都可以 都可以 本分钟用 be packed with也行 假如说这个桥挤满了汽车的话 it would would还是虚拟起来 那么仅仅搭载的总的 capacity 这承受量容量的 三分之一而已 这个三分之一用的是a third 不是一个第三 而是三分之一 这个third在这表示三份里的一份 所以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这个表达咱们的记住 而且什么什么的三分之一 注意后面切词搭配叫off 三分之一的 可以叫a third of 也可以用one third of 这时候在中间 多加一个连字符 hyphen 不加也行 但加更常见一些 三分之一的 但如果三分之二的 注意啊 它的分子 可以用基数词一二三四分母 用序式词第一第二第三 但是分子是一的话 这个分母用复数 分子是二或者二以上 分子是一用单数 分子是二以上 这分母得用复数 你看三分之二的 注意two thirds 注意复数 两个三分之一的一份 后面一样可以叫off 比如说two thirds of the profits are given to charities 那么这些利润里边 有三分之二都被给予了 那些慈善机构 charity是慈善机构 那四分之三 怎么说呢 四分之三 先说三 three 然后用第四 fourths 复数 再加s three fourths of the public say they favor a national referendum on the issue 老百姓中 有四分之三 three fourths fourths 用这个fourths 的复数形式 对吧 因为这个分子超过了一了 它是三了 一旦是基数词 这种叙述词 他们都说 他们支持对于这个问题 举行一次全国性的一次公投 referendum 叫全民投票表决公投的一次 这是几分之几的表达 几分之几的 注意后面借词叫off就好了 这连这个表达本身 连搭配就同时记住 注意 这个分母单复数的变化 分子是一 分母用单数 分子是二 或二以上 一定记住用复数就好了 我们说 however size and strength are not only the only important things about this bridge 当然而 这个size 这个体积 这个尺寸 and strength 还有这个强度 对吧 它很粗吗 这个很壮 对吧 并不是 仅仅是这个桥的 唯一重要的这个东西 它还有更重要的一些东西 我们说了 Despite this immensity it is both simple and elegant fulfilling its designer's dream to create an enormous object drawn as faintly as possible 这句话稍微复杂一点 咱们看个语法成本的分析 Despite this immensity 这是一个借词短语当中 让步壮语来用 尽管这个桥特别大 immensity 就是刚才那个immense 这个形容词它的名词形式 但是呢 这个没有下滑线的白颜色句子 是句子主句 主干结构了 可以说 这个大桥本身既简洁又优雅 然后会怎么样呢 fulfilling 一直到巨末 这个黄颜色的明显 是个结果状语 非为动词 当结果状语 既简洁又怎么样 结果 它就实现了 它的设计者的当初的梦想 什么梦想呢 to do开始到巨末 是个后知证语 来修饰这个dream 做某事的梦想 哪个梦想 to create an enormous object 来制造出一个巨大的 这么一个东西 enormous就是immense 但是前面出现 immensity 再用immense 不合适了 enormous又是一个提换 巨大东西 是什么大东西呢 draw and as faint as possible 画横线的部分 又是千套在to do 这个里边的一个 后知证语 来修饰这个object 这是过去分词短语 这个draw 把它刻画描画 去画一个图 对吧 被刻画得越威胁越好 就细线 细线条勾勒出 一个巨大 庞大无比的物体的 这么一个梦想 实现了设计者的梦想 这是这个比较复杂的 一个句实结构 咱们下面看看细节 首先尽管它很大 despite its immensity 大家可能自己写会这么写 although it is immense 尽管那个桥很大 这么写当然是可以的 但这么写呢 不够本文中这个证实 因为名词结构 总显得更庄严正式一些 叫despite its immensity 尽管它很大 我们以后也可以用despite 加名词来表达 一个让步的结构 咱们看几个例子 先看描述事物的 despite its importance the meeting has to be postponed 尽管那个会议很重要 但是呢 它必须得被推迟一下 因为现在有更壮的事 despite its importance 相当于 despite the meeting is very important 但是despite its importance 显得更正式一些 despite加名词 再比如说 despite its scarcity water is still wasted in the country 尽管呢 很匮乏 但是在这个国家里面 水依然被浪费 despite 是不是相当于 although the water is scarce 但匮乏名字是scarcity 我们见到词后 别放过我们读一下 scarcity scarcity 叫匮乏 尽管水很缺乏 但是水依然在这个国家被浪费 这只是事物 指人也行啊 让步指人也可以 你看这句话 despite his cleverness he cannot figure out how to do it 尽管这个男的很聪明 他还是无法搞清楚 如何做的事 怎么做 他弄不清楚 是不是相当于 although he is clever 但这个despite his cleverness 比刚才although he is clever 显得更正式一些 despite加名词结构 是不是可以表示让步 比较庄严 比较正式 急于反三的 句子看完之后 我们相信大家应该会用 好 本来说尽管这个桥很大 但是这个桥既简单又优雅 然后fulfilling is design dream 我们说fulfilling在这 是结果状语 它来自fulfilling就圆了 圆了某种的梦想 实现了 圆了 这个词有两个拼写形式 我们看到左边 一个L结尾的是英式拼写 后面两个L拼写的是美式拼写 但是fulfilling拼写一样 因为英式拼写fulfilling 有双写L加ing 没事就后面加ing拼写一样 我们读一下发音一样 fulfilling 圆了实现了这么一个 我们经常可以用它来表示圆梦 但是圆梦有好多动词可以替换fulfilling fulfilling one stream 一个叫realize one stream 实现了realize当然可以 或者achieve one stream 实现了终于完成了某种的梦想 achieve就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事 实现了梦想 这个dream不是真正做梦 而是梦想的意思 当然梦想成真 也可以用dream当主语 叫做one stream come true 这个come true表达的 跟上面的动词意思一样 只不过语序 这个极无不极无的变化 come true在这可以看作一个细表结构 主细表结构变成真的 这个也行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梦想后面 这个什么什么的梦想 本文中用的是动词 不定是to do 但是它的搭配也很灵活 我们既可以用dream of doing something 做某种的梦想 也可以用本文中的dream to do something 这没有什么区别 都可以 咱们同样的连动词 带后面的这个介词和动词 不能是搭配放在一块 咱看一些例子 he had finally achieved his dream of becoming a pilot 这个男的终于圆了自己的梦 实现了梦想 这梦想变成一个飞行员 这么一个梦想 那么梦想终于驾着飞机能上天了 实现梦想 后面呢 这这词叫off是可以的 再看一个 her dream to enter the famous university came true 她的梦想成真了 我们用come true这个结构 做梦式的梦想 后面加to do 这个也行 这个女孩子进入名牌大学的梦想 终于成真了 成功地考上哈佛大学 可以这么说 这是原梦 实现梦想 大概的一些搭配 包括梦想后面的搭配 咱们都看清了吧 李老师讲清了 并不代表你会了 只是你跟他截着一个圆有印象 怎么叫会了呢 一面一面重复 我们多用它造几个句子 把搭配背下来 这个结构就会了 当然这个结构到后面 后面的课文中还会复习 还会复习 哎呀 这个非常漂亮 什么梦想 本文中说 创造出一个enormous 我们讲了这个词是替换 巨大的一个物体 什么物体 装暗直过去分词 被描绘 被勾勒 然后as faintly as possible faintly是副词微细微的 大家记不记得在第十刻 讲过faint 这个声音是如此微弱 以至于没人想到 这个传说的损害 当时用形容词faint 在这等用faintly 因为它修饰动词draw 就是过去分词draw 被刻画的越威胁越好 巨大物体 但线条特别的细微 简洁 好 这是一个精彩的文章 到最后 我们再欣赏一下 这著名的Valizona Bridge 看看是不是 圆了这个设计者 当初的这个梦想 世界上最长的这座吊桥 我们看的确实 非常非常的庞大 非常巨大 但线条勾勒的 却特别特别的微细 从远看 是细微的线条 好像一部绘画作品一样 确实既简洁又优雅 both simple and elegant 好 重要的第十几课 咱们就看到这 这个题目里面讲 这个课文中讲了一座大桥 但里面其实借着这个桥 介绍了许多重要的语言知识 希望大家反复复习 牢牢把他记住 好 这个书跟李老师就学到这 谢谢同学们